hello 大家好 我们在学习电子技术的时候 会碰到一些基本的电路 你比如说RC电路 什么是RC电路 古名是一 R它就是电阻 C就是电能器 那么RC电路实际上就是 由电阻和电能联合构建的一种电路 这就是RLC电路 RLC电路我们一般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种就是像这样的 由一个电阻器和一个电能器串联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RC串联电路 另外一种就是 这个电能器和这个电阻器构成并联关系 那么这就是一个RLC并联电路 其中 RLC串联电路的结构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的电路图 这种RLC串联电路 它必须是接外接交流电源 外接交流电源 那么这个顺时态电流 就从这个电流流过 再通过这个电能器到达 这个电源的顺时负极 这样构成一个循环回路 那么并联 RLC电路就是这样一种顺态关系 这个顺态的电流 它是边方两路的 一路到达这个电阻 另一路IC是通过这个电能器 这样一个旋滑构成一个等效电路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的电子支持 请关注每一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